好了 接下来一场比赛 68公斤级的比赛 蓝方选手今年25岁 身高1米76 战绩12胜6负 掌声有请 来自加拿大的 OLEK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呢 今天他代表了 由他个人创办的 谢雷搏击泰拳运动馆 对于一位27岁的选手来说 一路风风雨雨 起起伏伏 仍然浴血奋战 坚持梦想 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是在自己和自己较劲 那他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 来掌声有请中国战警 谢雷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F67KILLO Champio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Chinese X-Men Shitley I'm gonna strike a match Watch me strike a match 场上裁判牛曹旺 比赛现在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下 我沒放棄 我可以放棄 我可以放棄 我可以拿到 我可以放棄 放棄 回到检查 找到 找到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加对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我们红方选手是谢雷 蓝方是加拿大的莫里克 谢雷在今年已经成为谢老板了 真正的谢老板了 创办了自己的国际俱乐部 然后今天是这个谢雷今年第一场比赛 对 那还要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第二届搏击世界杯 谢雷也有参加 6月29号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 谢雷就碰到了 A组 而且他第一轮比赛的对手是 塔奇特农 大可右野都是被公认最难啃的 好 那我们先过这一关 其实他的对手沃里克也是相当难啃的 非常有自信的一名加拿大教练级的好手 但是呢对上我们的谢雷 当上老板的谢雷好像刚开始没有占到优势 好 看这个沃里克开始集气了 好 看这个沃里克呢 好 看这个沃里克呢 这位运动员就是三岁时候就被领养了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发现他的运动天分开始练拳 那可是呢也很穷 有一阵子的住在朋友的车上 后来同样把车子要走了之后呢 就还好有女朋友收留他 跟这个我们的嘴炮卡拉玛格的际域有点像 好 经历也比较坎坷 是 然后这一个沃里克他的重心很稳 很善于阅读对手的一些动作 目前他都想阅读我们的这个谢雷 那谢雷呢在赛前已经把我们的沃里克的一个动作给看过了 他对于相对的谢雷相当有自信 现在在我们的谢雷台下的也是吉祥的教练 现在蓝方开始发力了 这个蓝方发力就是谢雷最担心的 对 因为这个沃里克他的发力很集中 穿透力非常的强 所以谢雷万一被打到了也会吃不消到 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的对待这场比赛 哦 转身后登 今天谢雷的拳跟转身后登 哦 都是不简单的 看起来沃里克今天对上谢雷他的自信心有可能被摧毁了 因为沃里克一直都是非常有信心 他从平常也是这个样子 都是不讲话眼睛终终有神 今天遇到对手他的谢雷今天特别难啃 哦 时间到 哦 这个 眼睛好利啊这个沃里克 所以你看比赛这个结束之后他这个 微笑着就走向了他的这个他的教练团队 你的大招我不怕我破解了 对对对 但是呢局面还是被我们谢雷掌控的 是的 你看我接得够的重击 哦 直接打穿 可以看到谢雷这一次比过去还撞 撞很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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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好 介紹一下 沃里克大學是念營養科學的 所以他很懂得照顧自己的身體 其實他身體是比謝雷還壯的 因為穿衣服可能翻不出來 碰到了緊急部位 現在我們的沃里克是加拿大的最後的希望了 但是我們的謝雷也不能讓他也不能放水喔 對 該7比0就7比0吧 不過這個沃里克真的不好打 還好謝雷今天的狀態非常的好 喔喔 在營機打好堅決 如果謝雷以今天這個狀態打世界盃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也希望他的狀態越來越好 是 然後謝雷說他雖然開管了他想傳承下去 但是短期間內呢 還沒有時間照顧到大家這些小徒弟們 還是要專心的備戰 短期目標是拿下世界盃 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世界盃上 現在相當的緊張 我們的藍方 藍方被壓到角落了 其實他很擅長去閱讀 閱讀這個對手的動作 但是呢 謝雷的動作給他閱讀沒關係 因為謝雷不怕 對 你怎麼閱讀我就打你就對了 喔 你看 反而是他的動作被謝雷給閱讀了 謝雷還自帶音效 啪啪 自帶音效 他越打越開心了 他打得很放鬆 謝雷真的是武林峰那名老將 武林峰15年的歷史 謝雷在這裡征戰11年了 跟他同期呢 有位大家常在問的 就是林率 林率說他在廈門 他已經轉行了 對 他就派武林峰他不打比賽 他跟謝雷目前關係還是很好的 哇 現在呢 沃里克一出動作呢 謝雷就打回去了 對 喔 這個席有點老 小心點 今天其實沃里克的步法 跟他腿法完全沒發揮出來 因為都被我們的謝雷給盯住了 那現在就是 加拿大整個國家隊裡面 技術最細膩的一名 這個沃里克 對上謝雷都已經沒招了 那看起來 還有還有還有 今天可能我們的加拿大隊 要空手而回了 OK 十秒 喔 這個謝雷真的是 組合好修看啊 加油 一發 喔 漂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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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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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最後一回合 其實沃里克的信心 還沒有完全被謝雷給摧毀 對 這個謝雷的拳穿透力很好 好 對 像沃里克很擅長閱讀對手的重心 所以我們也可以來閱讀沃里克的重心 在前兩場沃里克重心大部分是會往後的 尤其謝雷出動作的時候 這代表他不敢去對攻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謝雷出動作他就往後 那相對的整個謝雷的重心是更往前壓 這個謝雷自帶音效真的是還不錯 哇 越來越有信心了 所以像我之前講的這個打拳一定要出聲音 對 其實對手也是一種震懾 是 而且自己會把這個節奏感給打出來 對 不要怕別人笑 別人說哇 你自帶音效 沒關係的 對 自己打得舒服就好 是 漂亮 哇 一推 你看這個沃里克就往後了 其實就肌肉緯度 這個沃里克是不會輸線的 對 信心不足 對 謝雷已經漸漸被謝雷打垮了 而且越來這個越沒有信心 是 好 這個沃里克漸漸拿不出什麼辦法來了 所以沃里克這次打完之後呢 可能要對這個中方選手刮目相看 以前當教練的他覺得他可以搞定對手 但是發現謝雷不是他這種閱讀 用閱讀可以搞定的 對 所以這種交流 就可以使自己積累很多的 對 以往沒有碰到的一些這種經驗的之類 是 可以讓選手見得更強 對 但也有選手會因此一蹶不振的 他覺得 哎呀不好混了 不打了 各種人都有 對 但是我們鼓勵的選手是越變越強 是 再接再厲 謝雷就是這種 雖然過去打的可能有點 觀眾歸他有意見 但是呢今天我們發現完全不一樣 加油 謝雷已經到最後的關頭了 拿下這場比賽 加油 再度把對手推到角落 加油 加油 推到角落 好 約里克幾乎沒辦法防守了 好 十秒 謝雷 好久沒看到這樣的謝雷了 走 太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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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想各位觀眾應該都會對謝雷這場比賽啊 非常滿意的 對 同時可能對他接下來參加世界杯的比賽 也更加有信心了 對 更加有期待 對 希望他能夠繼續保持著這種狀態 而且會越來越好 對 每一個這種狀態 看得來 mouse 我收票 好 常cha 留你 來 我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1号裁判 30比28 2号裁判 30比27 3号裁判 30比27 比赛结果 红放射 有请加拿大体育文化产业集团主席 徐雪峰先生 有请武林峰制片人 总导演于雷先生 为双方颁奖 祝贺谢雷 感谢沃里克 谢雷也算是 为国际世界杯热身了 好 再次祝贺 感谢颁奖嘉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